哈囉 大家好 我是Cynthia 今天的影片呢 我們要來吃大餐了 那大家應該不太驚訝吧 畢竟我的頻道基本上都是食物相關的影片 如果有關注我頻道一陣子的朋友應該就會知道 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喜歡吃韓國料理的人 例如說我之前有做過像 還有很多吧 所以今天的大餐呢 就是跟韓國料理也有一點關係 那就是韓牛 那今天很開心可以跟韓國他們的推廣協會合作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韓牛的美味 如果你有在追一些韓眾的話 就很多節目他們可能玩一個遊戲最後的獎賞 就是可以吃韓牛 然後就看到大家就是超級興奮 然後很開心這樣 但是因為我本人其實並沒有實際的去吃過韓牛 所以我很好奇韓牛的味道是什麼 我買了一個235克的牛排 還有一個120克的牛肉片 那我稍微簡單的介紹一下 韓牛呢 其實跟其他的牛肉一樣是有分等級的 包含從3 2 1 跟1++這樣子 那1++這個等級其實就等於日本的A5和牛 眼下之一就是他是非常高級的牛肉 目前香港這邊有進口的其實全部都是最高等級的 這兩個是我剛剛在City Super買的 然後也都是1++等級的牛肉 你看這個油花有多美 Oh my god 那今天我準備要做兩種不同的料理 那第一個是基本的燒烤 然後會再搭上可能泡菜啊生菜 或是烤熟了原味吃我覺得應該也很好吃 第二個呢是我想要做韓牛推廣協會他們有推薦的一個牛排食譜 那就是我會把這個牛排煎一煎之後 煎一點Asparagus 然後搭上那種法國的黃芥末一起吃 然後為了避免我等一下還是會餓 所以我會再做一點鮪魚飯糰吃 對 那今天呢最不能夠缺少的就是 Are you ready? 燒皮 對我準備了一個height啤酒 還有這個chewunday的水蜜桃燒酒 好久沒有一個人在家裡吃大餐了 那我現在再prep一下我們就可以準備開始烤肉 然後我可以先預告一下 我們等一下會來聊一些KPOP相關的事情 因為我最近呢終於入坑成為了ARMY 所以我有很多東西想要跟大家分享 好我們等一下再說 那先這樣子 好我現在呢已經準備好的烤盤 先把它打開 牛排需要休息 所以我先來煎牛排 好美 你看這個肉滑 先用鹽 然後食譜說要加一點橄欖油 我好怕把它煎壞喔怎麼辦 先翻面 好讓它休息 好讓它休息 我現在來煎這個牛肉片 是 糟糕 我現在是 糟糕 我現在是 糟糕 糟糕 妳 糟糕 我現在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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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老闆教我的 上次我吃烧肉的影片 大家也有看過 那我讓我的牛排再休息一下 我要先吃這個肉片 先吃原味好了 沒有加鹽也沒有加胡椒的 它那個牛的那個鮮甜是你一吃進去 它那個汁就會在嘴巴這樣子爆開的 但是那個香氣是這樣子 慢慢這樣散發出去的 生菜 然後肉 然後泡菜 吃一頂 吼吼水 我要拍起來 再讓我吃一塊 這樣 我知道大家通常這樣吃呢 是會搭比較有厚度的那種肉塊 但就算它這樣薄薄的一片 它肉的味道還是很濃 現在大家最喜歡的韓國團體是誰呢 我現在來更新一下我最近的女團前五名 我最喜歡的應該還是BLACKPINK 然後 以及 RED VELVED YOGA I DO 跟TWICE 我最近對TWICE有點 我覺得TWICE呢 不可否認 他們在KPOP的歌謠界一定有一定的地位了 可是 它就是有太多後來出來的女團 真的也很優秀 所以 哇 哇 它的肉超甜欸 還好我沒有把它煎過熟 不然我真的就浪費這塊肉 我欲哭無淚 我們來說說BIAS這件事好了 我先想知道你們心目中的BIAS都是怎麼選出來的 我的BIAS呢 通常都是划Youtube的時候 可能划到某個表演 然後我覺得它特別有魅力 然後我就會直接入坑 BLACKPINK 的話 比較特別的是 我沒有任何一個BIAS 因為我覺得他們每一個人都很有個人特色 都很有魅力 就像是他們沒有隊長吧 就是團裡面每個人都很平等的那種感覺 最近BLACKPINK 在他們的頻道上面有上傳一些真人秀 然後其中有一集 我記得就是他們四個人坐在椅子上面 Jenny好像就講了一句 內容大意大概是 就是希望每個成員都可以 就是 在自己的領域閃閃發光那種感覺 反正我聽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真的是很喜歡這個團 雖然他們已經很成功了 可是 你可以感覺到他們也一直在嘗試不同的新東西 像是最近跟Selena的那首Ice Cream嘛 老實說其實那一首 我之前剛開始聽的時候覺得 沒有很好聽 就沒有很Catchy啦 但多聽幾次 現在我每天晚上心裡想的是 Ice Cream Chilling 你看他有多美 抹一點點的芥末醬 這個牛排跟我剛剛吃的肉片 那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味道也更甜 就是他那個肉汁鎖得又更多 然後因為他是比較有嚼勁的 所以你越嚼他就越香 然後搭上這個芥末醬 不能買那種黃芥末 就是吃肉狗搭的 你要買這種有芥末醬的 嗯 哇 Easy裡面我最喜歡彩莉 Red Velvet裡面我最喜歡色奇 然後有加Ido 就是我們家舒華 雖然說舒華可能真的 唱歌我們再加油一點 但他真的超可愛的 那Twice裡面呢 除了子瑜之外 我最喜歡的其實是彩音 我覺得他是Twice裡面 算最有藝術家氣息的一個Member 再來我們來分享男團 男團呢 其實我之前都沒有特別喜歡的團 除了Shiny之外 對 你看是不是很久遠以前 Big Ben 還行 然後我在這邊認真的鄭重跟大家宣布 我前兩個禮拜正式的入坑成為Army了 成為龐大的Army之一 我現在這樣講的不可以打我 但我之前一直不懂為什麼大家會那麼愛放蛋 就他們的歌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太大的吸引力 然後就表演好像也覺得就是還OK 這樣 但是他們最近出的那首Dynamite真的是太好聽了 我認真覺得龐大已經超越了K-pop的level 他已經就是躍升到下一個境界了 上禮拜他們發了一個Dynamite的舞蹈練習影片 OMG 你們猜我直接被誰也圈粉 我是被圈到我很想要嫁給他 直接被揍 我真的是被機命給圈粉 OMG 現在想要問全天下的Army一個問題 但是 嗯 純粹是假設性好不好 就是 如果 如果你今天要跟BTS裡面其中一個人結婚的話 你要選哪一個 因為我前兩天就是因為入坑了嘛 所以我就開始跟我另外一個也是Army的同事在聊天 然後我們莫名其妙就聊到這個話題 我在團裡面最喜歡的是機命 可是我覺得如果要結婚的話 我覺得Gene或是RM會是一個不錯的老公 我覺得RM給人一種就是很很聰明 然後會是一個好爸爸的那種形象 然後Gene的話就是一個大男孩的感覺 就是我喜歡大男孩型的男生 你們應該可以發現吧 對 但反過來說如果是V或是Junggu 但是因為他們真的是太帥了 就是帥到一個人神共憤的地步 所以那個心理壓力應該會爆表 所以不行 那我就說那Suga呢 他就說可是Suga感覺結婚之後 就是不會怎麼理老婆 就是一直在玩音樂之類的 Hi guys 很快的跳進來跟大家說兩句話 剛剛我們聊的那個話題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什麼 沒錯我漏掉了J-HOPE 那我覺得不是 就是對J-HOPE有什麼偏見還是怎麼樣 純粹就是 我當時真的就忘記了 所以在此向J-HOPE的粉絲道個歉 然後因為我是一個非常最近才入看BTS的人 都還在努力的吸收中 噢 鼻子好癢 OK 我們繼續看影片吧 大家可以在留言在下面分享一下 如果你今天就是會跟一個防彈的成員結婚的話 你會選哪一個 但是請大家不要太當真 我真的很怕被攻擊 但我沒有這個意思 我只是那天純粹跟朋友聊到 然後覺得蠻有趣的這樣子 我今天總共買了300克的牛肉 我現在吃到好撐喔 講到韓國呢 我最近大家都知道 我很想去韓國生活一陣子嘛 可是我就是在想說 去韓國 我要去念語學堂的話 好像 有那麼一點點的 浪費時間 我會這樣講是因為我年紀已經就是 今年要27歲了嘛 所以我覺得不是那種大學畢業可以 那麼的隨心所欲為所欲為的年紀了 對 然後最近啊就在想說還是我要去韓國的大學念研究所呢 就是一個很random的想法 但是我身邊沒有人去過韓國念研究所 或者是念大學 就大部分都是念語學堂而已 所以要找的資料真的很多 而且我發現韓國大學 就你如果要念真的學位的話 其實真的不便宜耶 尤其是你如果是國際學生 然後又去私立學校的話 他的學費其實跟美國差不多 我覺得有點震驚到我 因為我一直以為美國學費已經是很驚人的了 但如果我要去韓國的話 首先伊安應該不會去 然後再來我家人應該也不會太開心 所以還需要深思熟慮啊 大家最近有什麼推薦的韓劇嗎 在我心中前三名的韓劇 第一個是有點久以前 是Eric演的《戀愛的發現》 然後第二個是《Signal》 第三個是《Doctors》 後來的《愛的破障》跟《李泰院 Class》 我覺得都蠻好看的 可是沒有打破我心目中的紀錄 然後偷跟大家講 那個請回答吧 《1988》那個系列 金秀賢演的那個 《精神病》 然後沒關係那個 我也是看了第一集之後 我就有點看不太下去 我不知道我覺得最近的韓劇 好像都沒有很吸引我哦 我跟你說一個人在家裡吃韓牛真的太爽了 真的蠻能夠理解 為什麼韓粽裡面大家聽到獎品是韓牛 會這麼興奮 那我稍微分享一下 我吃過的和牛就是有日本跟韓國的嘛 日本的和牛也很好吃 因為它油花非常的豐富 所以你一吃進去它就直接融化在你的嘴巴裡面 韓牛比較像是它的肉一樣很嫩 但是它不是會化掉 而是你越嚼會越香的那種 因為我一個人住嘛 一個人其實比較難說 你就去一個餐廳 然後說我要吃韓國烤肉 所以就像今天晚上這樣 我大多數時候都是自己一個人在家吃飯 那現在韓牛呢 其實在香港的一些大的連鎖超市都可以找得到 像是我今天去的City Super啦 Sogo Taste Eon 還有Grey Food Hall等等 如果你今天想要在家裡跟家人一起吃一頓大餐 或者是你一個人住 然後想要跟我一樣你知道 好 犒賞一下自己的話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買個可能100克 或是150克的韓牛 然後回家稍微煎一下吃 真的很好吃各位 然後現在香港有進口都是最高的那個等級 就是1++ 所以你們找到的牛肉一定是跟這個A5和牛 並駕齊驅的等級 好 我覺得我現在已經喝到有點小小的茫了 所以我已經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同樣的情況應該也發生在上一次吃燒皮 同樣的情況應該也發生在上一支 吃燒肉和燒皮那支影片裡面吧 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試試看韓粽裡面 大家為之瘋狂的韓牛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些超市裡面買得到 雖然它的單價比較高 但是我必須說真的一分錢一分貨 尤其是在像肉類這種食材上面 好的食材它的價格不會低 但是風味跟品質也不會讓你失望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裡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 ed with life